市委秘書長譚德塞十二日表示 新冠病毒和變種正在全球各國擴大傳播 病例持續激增 譚德塞警告 這將會導致全球醫療體系面臨更巨大的壓力 在美國新冠Omicron亞型變異株 B.A.4與B.A.5快速傳播 導致疫情再次升溫 總統拜登正開始評估是否為成年 美國民眾施打第二劑新冠疫苗加強針 也就是一般民眾的第四劑疫苗 而在亞洲方面 新冠疫情也正快速蔓延 根據中國衛健委通報 中國全境在十二日通報了 三百四十七起本土確診案例 上海與北京都已出現 B.A.4與B.A.5感染者 當局拉搶防疫警報 並於十二日跟十四日 在上海的黃埔與寶山兩區 展開兩輪的全員篩檢 除了中國之外 日本與南韓的疫情也捲土重來 日本十二日 全國單日確診人數 已經來到了七萬兩千兩百二十八例 南韓則新增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例 但面對疫情的擴大 日本政府卻表示 目前還沒有到強制限制民眾行動的地步 但接下來暑假期間 如果病例再激增 將會落實基本防疫對策 而南韓政府也同樣警告 暑假期間 民眾會更頻繁的接觸 八月單日確診數 恐怕會飆升到二十萬例 並呼籲民眾出遊期間做好防疫 環宇新聞 謝忠岳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